一个男人19年向7岁的女孩施虐 导致女孩需要留意近10天 在西九龙法院被判监30个月 34岁的被告叶汉林被控19年9月至12月 身为对女孩负友、照顾责任的人 但就故意袭击、虐待或忽略的女孩 他的方式相当可能导致女孩受到不必要的健康损害 一个男人否认两项故意袭击促至该儿童受到损害罪 法院最终裁定所有罪名成立 裁判官陈维敏判刑的时候说 女孩遭被告以打火机烧伤之后 右手伤势范围不小 被告又以热风筒直接压下女孩的身体造成落人 而当时正值12月用冻水淋她 行为令人发指 就两个罪判囚一共30个月 鑽石山奉德川代奉楼围风强检 据民意在夜晚9点之前接受检测 当局说因应大厦污水检测病毒量 相关确诊个案和其他环境因素等 竟评估风险后决定采取围风强检 预计明早8点完成 补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再回落到300多中的水平 后日起当局取消因新冠疫情 对海外国家发出的外游警示 机组人员检疫亦都在度放宽 其中货机机组人员反港将豁免检疫 新增本地感染352宗 185宗是核酸检测阳性 167宗是快速测试阳性情报 至今一共有625间学校恢复面售课 再多7个学生和2个教职员检疫 涉及9间学校 其中一个学生他同校的家人早前已经确诊 输入个案14宗 其中有3人乘坐国泰航空由阿姆斯特丹来香港 4人乘坐亚联游航空由迪拜底港 两条航线明天起禁飞7日至到下个星期五 另外保安局说 因应同香港有密切往来的海外国家 疫情水平大致呈下降趋势 而本港居民如果需要回香港 必须完成疫苗接种 相对而言到海外地区的风险已经较低 下月起会取消因为新冠疫情 对所有海外国家发出红色外游警示 当然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疫情都是比较多的 香港当然我们就低了一点 其实都是如果是非必要的旅游 可能都是尽量避免 本地基组人员抵港检疫安排 下个月起也会再放宽 客机机组人员海外回香港 指定酒店检疫期由7日减至3日 货机机组人员海外回香港再次豁免检疫 14日自外医学观察期间 不用再配戴监察手患 至于死亡个案方面 六个患者星期四在公立医院离世 由71至96岁 公众脸房亦情报多5宗死亡个案 其中一人是院舍院友 第五波疫情累计9085人死亡 无线电视记者一层金报报道 新巴城巴母公司汇特交通 引入本港第一架双层电动巴士 充满电后够一般路线一日行车 下个月将会事行两条路线 7至8月正式投入服务 香港首辆双层电动巴士 车身深蓝色为主 以浅蓝和黄色做点缀 这一架是全港第一架双层电动巴士 因为要腾出位置容纳电池 载客量比燃油巴士少 最多113人 即是79个座位和34个企位 下个月先会在来往 启德邮轮码头和土瓜环的22M循环线 和来往铜锣湾、香港大球场 和坚尼地城的5B路线试行 汇特交通说 这架内地製造的电动双层巴士 配备450千瓦时锂电池 续航力最多可以超过200公里 充满一次电 足够一般巴士路线一日的行车需要 电动巴士行车的时候 就证过燃油巴士 为了令到周围的行人注意 电动巴士在行驶低速路段的时候 即是一些市区道路 会发出提示声响 除了锂电池双层巴士 回达交通说 7月亦会引入第一架 轻燃料电池双层巴士 充电的速度更加快 亦会收集两款车的数据 协助政府制定零排放公共交通计划 香港现在大约有两成的碳排放的来源是运输 推动电动或者新能源的车辆普及化 以迈向零碳交通运输 是我们争取实现碳中和的重点措施 林郑月娥说政府会致力争取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无线电视记者李维尔报道 被问到日果当选之后 会不会特赦曾经参与反修例事件被捕的年轻人 同委任民主派入政府架构 李家超说会以用人为财为原增 又强调要加强市民的法治意识 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 任何人都要守法 这个意识我们是要很肯定地在香港要建立的 因为任何人如果不守法 即是不守规矩 香港就会变成一个弱欲强食 老百姓可能是受到一些恶霸的欺凌 所以守法和守规矩是必须我们要建立 纵然我们可能很同情某些人士 但是如果整个社会不建立一个守法意识 最终受害的是所有的人 去委任任何人士去加入政府的委员会 咨询组织或者架构都好 我是以用人为财为原则 当然我亦都希望大家有共同的理念 去为香港去做事 所以在委任任何人士 我最主要考虑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才能 政府将9间用作石去隔离设施的酒店 转为指定检疫酒店 预计提供约4000间房 包括观塘帝城酒店 九龙东余芯酒店 和全湾斯丽酒店等 当狗将在星期日起放宽入境限制 容许非香港居民入境 由调整航班熔断机制 考虑到来港旅客的人数会持续增加 评估社区隔离设施的使用情况之后 决定将部分改作检疫酒店 五月初陆续投入服务并接受预订 最颜外提供约4000间房 合作结果 是1、7、16、28、31、48 特别号码是18 头掌无人中、二掌两柱中 每住派81万多 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洁天气警告 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3度 市民最快下个月中可以去到泳池游水 游转货医生提醒 游泳期间病毒有机会透过空气传播 提醒泳客之间要保持距离 经常说未吃五月肿寒衣不入农 但未到五月 下午多区气温已经上升到33度 热浪侵袭有人出动背心短腹 食杯雪糕一样透心凉 天文台发出今年首个酷热天气警告 打破四年前的纪录 成为历来最早 不过受疫情影响 泳池已经暂停开放三个多月 当局早前预告 随着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最快五月中下旬重开公众泳池 但有别于其他的运动 游泳的时候 泳客不会戴口罩 感染风险又会不会特别高呢 经过水的传播 暂时未有这样的客观证据 这个风险就应该说是极低 甚至是不存在的 尤其是你的泳池本身 也有一定的陆化 可以控制一般的传染病 多数就是说 一来你游泳的时候 你是要换气的时候 是有机会你上下水的时候 是有机会是会有一些飞没 或者有一些的 比如说一些空气 又被气溶胶是会排放 如果附近真的有一个人 你在短距离 是有一个理论上的风险 他又说更衣室和储物柜等共用设施 也有机会造成交叉感染 泳客在池边休息聊天的时候 也应该要戴好口罩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 消息说港铁东铁线过去段 暂定下个月15号通车 港铁曾经说 这条第四条过海铁路 6至7月回通车 据了解港铁将在公众假期之后 短期内召开记者会公布 确实的通车日期 对比港岛线西沿 南港岛线和团马线 今次东铁线过海段 将在近年由公布日期到通车 相隔时间最短的项目 港铁就说 东铁线过海段测试工作 过去三个多月一直进展顺利 相关法定检测 正按部就班进行 东铁线过海段 在沙中线工程的一部分 由鸿坑站伸延至金钟站 沿途新落城的回陶京 新落城的回展站 好